除暴特勤队全副武装 但奇怪的是怎么不是在攻坚 反而在山林里跋山涉水 警方穿上雨鞋戴手套 拿起镰刀化身登山客 原来他们不是要爬山 是为了不让嫌犯有逃跑机会 爬了好长一段路 终于来到嫌犯藏匿的铁皮屋 警方破门攻坚 而这名嫌犯租了两处据点 当成制毒工厂 进到里面放眼望去 好几桶毒品原料全摆在地上 这些超过22公吨的毒品原料 可以制成一公吨的ketamine 而一公克市值160元 嫌犯可以过例一亿6000万元 嫌犯在宜兰南澳山区 把两间透天措规划成原料区 制毒区及成品区 不只分工细腻 也为了躲避警方查气 悬在偏僻的区域 架设监视系统门栏 多名警方只好绕后山 一路除草开路 原本只要三分钟的路程 最后40分钟才抵达攻坚 嫌犯落网后 头低到不能再低 根据了解蔡信主贤 仅仅25岁 没有化工背景 却以制毒赚钱 有妨害自由等前科 这回疑似受到天道蒙指挥 警方一举逮捕6人 只是为了将嫌犯一网打尽 攻坚之路 真的好难 TVBS新闻无惧嫌醋 佩宇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